基本上呢 我们上礼拜课程上课的内容 那云端 前三次其实就是文字跟资料 相关函数的运用 当然会衍生到VBA VBA里面基本上 外部就按按钮 那按按钮的最简单方法 就是你把你原来的公式 直接输出到储存格里面 不过这边会需要写一个回圈 画回圈 那再来的话 要不就是你不要丢公式 你就要思考怎么样把原来Excel的函数 变成VBA里面的函数 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呢 可能还需要用到逻辑判断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 什么呢 这个VBA用那个什么E3函数 那这个VBA里面E3函数 主要是取代那个Find 有没有寻找 在Excel里面是用Find 可是在VBA里面 我讲过它的函数不一样 所以你恐怕慢慢也要 如果你以后 如果你不会写 你不知道哪一个函数 你就丢公式 如果你已经知道哪一些函数 但你要知道的话 其实你也按F1 你可以再去 F1它会跳一个 类似那个电子字典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不过那个查部分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它上面都有 只是说那个委员给的那个说明档 其实不好阅读啦 我想上礼拜有稍微提一下 那其他的话呢 还要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在制定函数 比如说我要制定一个函数 那当然就插入一个Function 不是Sup 是Function OK 然后呢 你可以 那这个Function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跟你互动 所以不是按按钮 OK 那当然用起来基本上 工作上还是按按钮的机率比较大 因为制定函数 你还是需要 我们自己要插入函数 然后找到使用者定义 然后找到之后还要互动 感觉好像虽然也可以加快速度 可是似乎没有按按钮那么快 其实两边我想 没有绝对的啦 那另外的话 我们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152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 因为它刮虎有三个 那不过还好 它的刮虎位置是在固定的位置 所以我们用什么资料可惜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VBA的话 我们可以用录制聚集 那其实也算 顺便练习一下 有些东西 VBA程式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录制聚集 只是说 那录制聚集 它的弹性相对的比较小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以这一题 152的话 其实它当然也可以 像前面一题一样 从头把它写过 不过相对的 你可能要花比较大的力气 OK 所以也许试试看嘛 那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一个 比较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绝对不是 所有的标准 只是唯一的答案 OK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加快速度方法非常多 但就是不要土把链钢就对了 OK 那今天的话呢 那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影片的话在下方 所以你回到家 假如你要在复习的话 你就把它重听过 尤其是那个VBA的部分 那重听之外 切记还是要重做了 OK 尽量熟 因为像这种东西 你要真的能够用出来 就是你要真的很熟了 你要能够打得出来 尤其像城市 我发现VBA很多同学 可能在课堂上还打得出来 回到家可能都忘了差不多 对啊 上个礼拜的东西 如果今天要考试的话 我看应该很多人不及格 不过 但这个也没办法避免 就是你要把这个用出来 你不熟你怎么用 OK 所以VBA就大概是这样 你要熟练 所以我们从第一堂课到这一堂课 其实都会不断练习这些东西 而且架构基本上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反正你处理一下 它一定是一个范围 那那个范围一定会有个回圈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一行一行慢慢写 那后面处理的事情 逻辑上差不多 一定有回圈 一定有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可能什么样的情况做什么事情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 逻辑的部分 那当然影片的部分这边也有 你就把它点击打开来这边就有 那总共有九段影片 回去细节部分 假如你已经有点遗忘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看过 另外影片下方也都可以留言 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今天的话呢 那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翻例栏里面的这个逻辑函数部分 那今天的话开始要来看逻辑部分 那逻辑的话呢 基本上打开这个档案 请各位切到那个工作表一幅的部分好了 一幅部分的话呢 那首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那个在Excel里面怎么处理逻辑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在VBA里面怎么处理逻辑 所以第一个 假如我今天呢 要做几件事 就是判断 这一个人的平均成绩是不是及格啦 这个很简单 及格不及格就大于等于60分 不及格的话呢 那就是等于小于60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的结果 综合平均不要那么单 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及格不及格 我希望给他的是ABCD 或者什么甲乙丙丁啦 有没有 A的话就是大于等于80分 那就A 我就不要给 就是从他的平均成绩 那我要知道他的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 是A还是B还是C 那这个大概会有四种可能 四种结果 OK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 这个结果也许放在这边吧 那请各位就是 我先大概 把键盘稍微切一下 因为我键盘不一样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综合平均 用内键的 第一个的话 插入函数 那一样我们用逻辑 或者你看预设也有了 逻辑里面的话 一幅 那一幅部分 第一个就是 他的成绩 如果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这个地方 特别大于等于60的话 特别的话 大于等于一定要这样打 今天有同学问说 老师等于 把它打在前面可不可以 变成什么 等于大于 对不对 当然不行 为什么因为规则 规则 OK 这规则他创的 Excel 微软创的 那这不是我们创 所以你要遵守这个规则 OK 那如果为 true的时候 表示他是 他什么 他是合格 反之的话就不合格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给他一个合格 反之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输出 输出这个不合格多一个不 那这边的话就是变成二分法 那不是 true就是false 不是真就是 就是 就是 否 是或否 按确定 然后呢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合格不合格就出来了 不过呢我们今天呢多延伸一个就是所谓的多重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这么简单 我希望80分以上到100分是A 然后呢70分是B 等于包含70分 60分以上包含是C 那我要怎么做 那当然不是用眼睛看 资料一多的话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插入函数 那一样用逻辑里面的一幅 但是问题来了 一幅里面的话 这个如果什么 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我当然给A OK 我这边输入A 那false的话呢 诶 可能有BCD 所以如果你逻辑里面还有逻辑的话 我建议各位 有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有没有放这边 继续再按前面的插入 一幅的函数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再把什么 再把这个一幅呢 加在这个后面 这个主要 不过有个技巧 就是说 你可以把游标放这边 插入一幅里面 再插入一幅的话 那记得啊 你不要选这边 这边是不对的 你其实你选前面这边 否则他会把原来的公式给盖过去 OK 这边的话呢 有没有放这边咯 再插入一个一幅 然后一样 把这个逻辑换成B 大于等于70的话 那是B OK 那你会发现喔 其实他也会顺便帮我写 这个公式啦 有没有 其实就是一幅里面 再帮你加一个一幅 很多的话 你非常容易做错 所以呢 再来呢 C的话就是再插入一个 有没有 游标再放在这边 然后再来呢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就是B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完按确定 他也会帮我写完 所以这一串 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的那个逻辑非常复杂 很多啊 很多虫的话 那你就一直往下做 不过呢 印象中呢 在那个这个一幅逻辑里面 他好像有 就是说有那个一幅的 那个数量的限制喔 你一幅最多好像只有 只能到七个喔 当然我印象 我是没有用到七个啦 那么夸张 不过印象中一幅里面好像 只能最多用七个一幅 超过的话 新版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限制 我记得旧版的 一定有这个七个的限制 OK 不过应该理论上也没有人那么 那么无聊 用到七个的这种逻辑 我基本上没有用过 不过至少这个四个 可以这样做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 因为我们刚刚是利用那个 就是前面这边继续再加工事 那当然你要自己打上去 是也OK啦 不过真的比较容易做错 那还有一点喔 像Excel里面喔 他可以一直不断插函数 又会跳视窗 但是像有的时候 习惯用Google云端的试算表 Google上面有类似Excel 上面就没有跳那个 所以真的喔 有时候没有那个东西怎么办 还是要非得要自己打 所以如果你两个都会的话最好 如果 你当然Excel里面 你刚刚用我那个方法 我是觉得比较OK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我也希望 再把它转成VBA 也就是说 旁边也许待会 看就是做个按钮吧 按下它 自动也是全部OK 再按一个按钮 自动就帮我清空 OK 那这样怎么做 当然我们按按钮的话 也许可以是合格不合格 也许是可以多重 不过也许都放在H栏就好了 好啦 画面先帮给各位一下 那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 这个制定函数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那其实 逻辑部分 它以后遇到这些 应该会经常 一定会遇到 那不外乎就是 像刚刚 2跟4的两重 如果ABCD 那就是多重 所以我们基本上 逻辑判断不外乎就是 一重 就是只判断是不是 是的话 像之前那个 151那一题 就是只有一重逻辑 那这边两重逻辑 再来到多重逻辑 其实逻辑大概 这三种我想 大部分的问题 都够用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